我們家我有一個從小患異味性皮膚炎的女兒 我的女兒從一年級開始 就是她上小學開始 她的皮膚就一直的不好 開始就抓抓抓的 然後從這裡長到這裡 長到這裡 長到這裡 反正長長長長到臉上 然後到了高中的時候要考大學 那一年她跟我講說 媽咪 我不要再去看醫生了 因為我去看醫生的時候 抹藥皮膚就像Baby的皮膚 就很漂亮 可是我如果不抹呢 這個又發出來了 那她的個性很強 我怎麼講她也不聽 我也拿她沒折 可是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吃這些健康食品應該對她有幫助 可是不料呢 吃了以後呢 哇 她竟然發到全身 發到全身的那個過程裡頭呢 我女兒跟我講說 媽咪 我真希望我是懸空睡覺 因為她全身的皮膚都是水的 那不是沒有看不到毛細孔了 通通都是都是這樣子碰到的 你就摸到她都是水水的了 那就是紅紅的 甚至看到的是 就是這樣一點一點的紅色的 粉紅色的 反正就是很辛苦很慘 她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她要那個用 講得清楚一點 就是要用那個油性的那個 那個一種紗布 因為那樣子才不會黏到 然後那個黏 油性的膜鋪上去了以後 她再用她的那個膠 那個什麼沙布再裹起來 然後再穿衣服 如果不是這樣子的時候 有的時候有些地方沒有弄到 就黏到了她的衣服 對 那就黏到了 就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脫不了衣服了 她就要到浴室裡頭去用水 讓她慢慢慢慢的才能夠剝下來 做媽媽的我實在是覺得 真的是我很想替她 可是我也沒有辦法替她 那到了大學到台南去 然後每一次我都在 我都收到學校給我的這個 礦課停止彈 因為我說那怎麼又不去上課了 她說那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這麼一想 我就想起來糟糕 她說我最近是臉上都要包裹紗布 她說我一講話嘴角就又裂了 那你們就知道非常的痛苦 那女兒從南部回來的時候 我就要送她去回學校的時候 她就說在路上騎摩托車 她就說妳知不知道 我想要剪什麼樣子的頭髮 我想說那頭髮就頭髮 有什麼什麼特別的頭髮 她就說我希望我剪的頭髮 是人家看不見我的頭髮 我其實是在最近 因為這個水療在做分享的時候 我才忽然之間恍然大悟 原來我的女兒那時候 是完全是沒有信心的 以至於她就希望她躲起來 讓別人看不到她 那現在這個是她 她說那我們家呢 是因著我的母親喔 因著Tim的一個見證 那她的兒子呢 就是我們的秀利董事 她的兒子呢 也是異位性皮膚炎 那我的媽媽呢 受邀來參加這樣子的體驗 媽媽就拉著她不放鬆 真的嗎 這個泡這個澡可以治療 異位性皮膚炎嗎 那這個秀利董事就跟她講說 真的啊可以好 我媽媽就 二話不說的就 就 裝到我們家 不是裝到她的家裡耶 然後 那時候的我啊 我根本不瞭解嘛 那我就 人家來裝的時候 我回到家的時候 她已經裝上去了 我還給她們臉色看 因為小時候我媽媽受騙 媽媽騙我騙我在金流裡 然後那時候她們還講說金流 我就說不用不用不用 我不用金流 我是以為自己很聰明這樣子 OK 可是呢 很特別的 我女兒從南部回來的時候 她就會自己去泡耶 她每次回來就去泡 每次回來就去泡 每次回來就去泡 然後前 這樣講應該算是前年 前年的生日呢 我的生日的時候 我女兒穿著短袖 跟我一起去吃飯 我忽然之間看到她說 欸 然後全身都好了 那那次我們有照相 下次我有機會 我都沒有帶相片來 下次有機會可以分享給你們看 然後妳們臉上也變得很漂亮了 手也都好了 腳也都好了 那她現在的她呢 還有穿耳鬥 還有飄染 我那時候很擔心說 是要怎麼嫁有人 要嫁給什麼人 哪想要甜 因為那時候的皮膚 它好起來的時候 我說的那最嚴重的說是水的 可是它好起來的時候 它這個皮膚連脖子這些地方 就是那個橘皮 不是疤 是硬的 是厚起來的皮膚 那連我的學生家長 我的 我的 我女兒要帶我的學生呢 去看那個長毛巷 我那個學生家長就送她 她的孫子去捷運站跟我女兒會 她心裡還想說 啊 啊不知道去把我穿亮話啊 她還嚇到乒乒乒乓的 這是她事後跟我講 那就是 可是呢 如今呢 我女兒皮膚都好了 那因為這樣子 喔我這個家長呢 也 也因著喔 他們家呢 有一位喔 患有40年的這個 牛皮癬的先生 那這個牛皮癬呢 會很臭 它會發出一種議題 那就會 靠近他人都會說 喔這臭人又來啊 這樣子 然後呢 他床單啦 褲子啦 都會沾上寫字 因為他的那個牛皮癬 是在他的屁股上面 然後呢 他說 40年來喔 從台北看到了高雄 看到 台灣頭看到了台灣尾 然後都沒有醫生能夠幫助他們 那 因著 看到我女兒的皮膚好了 她也願意相信我所說的話 然後他們就開始用 每天她都很認真的用兩次 那她跟我講說 那是 我先生的皮膚 阿公的皮膚喔 已經喔 那個越來越薄越來越薄 然後以前呢 掃地的時候要掃出很 那個我們那個紙杯子要掃到三分之一的 那個穴穴起來 他說現在呢都沒有穴穴了 也都沒有臭味了 這樣子 然後就還有一件事情 這個阿公還有那個攝腹腺 這個尿尿呢都尿不出來 進了廁所呢 都要等他們 等著阿公等出來很久 那 可是阿嬤現在跟我講說 哇阿公現在的尿喔 就啪啪啪啪酒 然後被我笑死了 就是說 七天 那我當然我問阿公說 阿公你現在怎麼樣 他說梁老師 七天 我七天我就能夠尿了 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 不但我自己的家人用得很好 那當然我的爸爸媽媽也用得非常的好 我自己也用得很好 我原本呢我的手呢 有那個 切化性關節炎 那我的 教會的姊妹呢 是一個中醫師 我就請教她說 我好痛 有沒有什麼藥可以給我吃 他說喔 對不起沒有辦法 然後呢 剛開始泡的時候 我還會覺得會痛 各位有看到我的手指 就是這樣 像雞爪一樣 可是呢 我現在完全都不會痛了 那我因為我在小學教書嘛 那 我改作業啦 寫黑板啦 我這個手呢 常常就會麻 睡覺起來的時候 我甚至要 用這隻手去把這隻手拉回來 就完全沒有 都沒有知覺了 可是我現在 我再也 自從我泡了酒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好了 我從來沒有再麻過了 嗯 嗯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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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